在佛教里面主要有四种修行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打坐 第二就是念经 然后就是念咒和念佛 打坐就是所有修行的基础 所以不论你是念经、念咒还是念佛 你都一定要打坐 至于念经、念咒、念佛三样东西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先来讲念经 念经的意思就是拿着一大本经书 从头到尾读完读它就称之为念经 这个过程就是希望提高修行人对经书的了解 对哲学的了解 所以如果你只是念经或者只是抄经 而没有去细味那本经书实际上讲什么 它的意思是指什么的话 你念多少经都是没有意思的 但由于念经的过程里面就必然是比较涌长的 话怕你只是读一本金刚经 你没有五、六个钟是读不完的 所以念经需要花的时间就会较长 分心的机会都会较多的 所以佛教里面就有念经就不如念佛 念佛就不如念咒的说话 其实都是说念经的期间容易分心 如果你的定力是足够的话 其实念经都有不错的功德 念经、念咒、念佛 就是依常着每一个日自己本身的本性 它决定哪一样更加适合你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念咒等于念经 其实不是的 念咒就是念咒 念经就是念经 有些法文的主力是念经的 有些法文的主力是念咒的 有些法文的主力是念佛的 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